主席,首先感謝劉國昏議員動議原議案 連本人在內有三位議員動議修正案表達不同的關注重點 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一直是強調特區政府會致力落實 基建先行創造容量的策略 政府未來將開展多項大型的發展規劃 包括北部都匯區、交易州人工島項目 並且要達至土地的房屋供應的目標 以及完善各項交通基建背套等 最近,兜局就北部都匯區公路 勘查研究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估計研究需時三年兩個月 花費達到11億3千萬元 本人和不少議員都批評用事過場 以及費用過高 我認為工程顧問公司有他們的專業 妥善利用顧問公司的服務本來是對的 問題是政府的流程是重重跌跌 一項必須要做的道路工程 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和人力做研究與勘查 更加要花長時間去搞環評和處理反對意見 十億多不是興建功勞 而只是前期研究和勘查 實在是令人氣餒的 我相信工程業界和廣大市民都認同 特區政府應該全面檢視公務工程的審批流程和統整建造標準 積極協助業界提升競爭力 包括簡化和壓縮政府程序 善用創新技術減省建造成本和壓縮工程時間等 務求是提量提速提質提供 完成各項公務工程的項目 本人過去曾經透過不同的渠道 促請當局加快拆牆鬆綁 優化和修訂建築物條例 環評條例及其他的相關條例 加強相關政府部門的統籌協調 推動業界善用創新科技 包括建築信息、模擬BIM、組裝合成建築塊、MIC等 以及適度放寬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以舒緩人手不足 不少意見都獲得多局正面回應 並且持續跟進 主席 本人的修正案是聚焦於 促請特區政府積極發展電子政務 進一步推動建造和工程業的審批流程電子法 在新冠疫情期間 不少公務員在家工作 工程項目內很多審批的程序 包括圖紙、批核、申請開工紙、申請入伙紙等等 仍在用傳統的方法解決方案 當然是改為用電子方式 不過醫到用時方向少 突顯香港在電子政務方面的步伐緩慢 令到在疫情中 不少工程的進度被大幅拖慢 本人當時大力呼籲政府協助業界解決問題 相關部門也有積極回應 與業界是共渡難關 我樂於看到一些政府部門 是持續推出電子政務方案 例如屋宇署在2022年6月及2023年3月 分別推出電子資料呈交 及處理系統的第一、二階段 提供一站式的網上平台 讓政府部門及機構接收及處理 根據建築物條例呈交的建築圖則及文件 第三階段預計在2025年第二季推出 展望未來 特區政府應該善用數據治理的概念 促進數字經濟及電子政務 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互通 推動建立一陣式的多功能電子政府服務平台 理信工作流程加快各部門的自動化工序 壓縮審批時間 避免出現一面鼓勵使用數碼圖則 一面就要求紙本審批的情況 加快創貨應用 主席王國議員的修正案提到 當局應該是完善審批標書 及顧問合約的機制 這麼嚴謹地草擬條例 避免可能出現的不合理申索 及額外撥款申請 但是業界關注 何謂不合理申索 未必容易作出客觀的界定 而部分項目的額外撥款申請 亦可能是基於實際運作需要 是不如一刀刺這樣負面看待的 主席本人恢請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